陈先生目前在杭州定居 老家在金华东洋 2020年他在恒电影视城附近的南江粤小区买了一套房子 120多平方 花了120多万 全款付清 陈先生说去年8月交房后 因为想早点装修出租 在9月份找了公司做全屋装修 采访时房间里堆着装修材料 陈先生介绍 工程已经完成一大半 柜子和门还没做好 公司方面设计了效果图 价格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 陈先生提供了合同 以方是浙江环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合同里夹着一张客户材料确认单 里面写着甲方房屋装修水电 防水 结构改造 砌墙 贴砖泥工 木工安装 所有施工费由甲方自行承担 甲方定制的材料通过物流配发送货到所在地 运费甲方负责 陈先生表示当时没有仔细看合同 记者注意到合同金额原本是8万5千元 后来修改成了7万2千元 亲自清好了 我回去了 这些合同给我老表开了才发现 他说你这里的合同写着都不对的 开始的时候交了8万5 后来他们退给我了 一万三千块钱 低赚的钱 因为为什么呢 从广东运过来物流费用很高 后来我在这里交涉以后呢 自己去找师傅做 他这个7万2千块钱 它是123个平方 我们只是给他搞材料 知道吧 我们都有清单的 是不负责安装吗 是的 这个上面不是写的有吗 不是写的 我没看 我都说了 你没看哪 我一看 你签的时候没看哪 没看 他就剩下两万多块钱嘛 对不对 柜子要做的话就要做差不多六万块钱 这下门的话也是几千块钱 钱不够吗 这些抄的钱都是材料费吗 对 材料费 陈先生说公司给过做柜子和门的价格表 要达到效果图里的样子 柜子的材料需要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元 门的材料还要六千零七十二元 安装更得自己额外花钱 他难以接受 7万2里面是按照设计的材料需要的量来的吗 这交这个钱的时候设计好了没有 跟你已经算出来了没有 钱交掉以后合同签掉了 效果图是短几天就发给我了 当时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个 效果图本身他就是做个参考的 他家里做了十几个柜子 陈先生后来反馈 经协商公司退还两万三千六百八十四元 剩下的柜子和门他再找人做 1818黄金眼记者金华报道